上个视频我们完成了系列任务 十一 这个视频 哈瑞亚教你如何用异端的Walt 去单刷火星Boss Creer中尾 在此之前 我们要先打通 先往Creer中尾所在节点的道路 首先是Spear节点 这是一个防御任务 我们只需要完成五波防御 就可以完成了 完成Spear节点以后 接下来是Iris节点 这是一个破坏任务 任务开始后 拾取地上的数据模块 跟着黄色肉碟 找到数据终端 将数据模块插入数据终端 解锁系统 找到反应堆 暴露出核心 然后使用震撃中心 将它们摧毁 对我完成 接下来是Marshall's节点 这是一个救援任务 进入监狱 找到被关押的人质 将它安全的带到处理点 任务完成 现在我们就飞去单刷 Coreo中尉了 进入任务后 跟着黄色肉碟找到Coreo中尉 Coreo中尉身穿独特的身体护甲 并且装备有蛇法尼奥和布洛克战锤 刚开始的时候 Coreo中尉是无敌的 我们需要绕到他的身后 对他寻致地攻击 这样可以将他背后背包的冷却液管松动 冷却液管松透后 会冒出白色的烟雾 如果此时Coreo中尉使用战地重击 他会Bug自己冻住 此时 他背后的背包是可以被攻击的 我们还请使用战地重击 不停的攻击他 当他背后的自根冷却液管 全部被打断以后 Coreo中尉全身会燃起火焰 Boss战进入第二阶段 此时 他的无敌状态被消除 我们可以直接对他造成伤害 不停的在他身后使用战地重击 此时到将他起到 Boss战完成 我们可以前往预色处理点 完成任务了